当时轿车在第二车道上正常行驶 左侧的越野车突然变道过来 刮擦轿车后又滑向第四车道撞上大客车 大客车在车头刮擦边护栏后 向左打方向避让即将停下的越野车 最后车尾撞上了护栏 车身也严重摇晃 好在没有侧翻 在车身稳定后 大客车缓缓转移到应急车道 车上有51人没有出现伤亡情况 我在前面看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越野车司机说 他前天傍晚从四川处罚 一路上都是他开车 途中只在服务区短暂休息 开到事发地点时实在太困了 没控制好方向 高速交警判定 越野车司机疲劳驾驶 负事故全责